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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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 这祷告 我们更要领悟什么是谦虚 什么是骄傲 如果我们一天24小时 没有抓靠上帝的话语 就是骄傲的 上帝的话语通过讲道 我听了之后呢 我需要记录下来的是 我需要改正的部分 好多人听了责备 总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结果就被魔鬼撬走了 我们要承认主啊 我就是这样子的 主啊 我心里就是这样肮脏的心里 我们祖上也曾经犯了这样的罪过 我们如实向主承认我们罪 我们如实向主承认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这一切实实在在地拿到主面前 如实地承认告白自身的罪过 我们心里想起来的 说明我们心里都带着这方面的罪恶 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承认自身的罪过 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 这时候我们的性格获得变化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的时候 一点痕迹都不带保留的 这是非常神奇的 我看到我的家人有什么样不好的缺陷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毛病 当成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吧 这时候全都能获得解决 今天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得到了认可 上帝爱我们以至于妒忌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 而我们一着急了就不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平时我们都说哎呀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但是遇到着急的事情了就开始为所欲为 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又露出来了 最着急的时候 越是紧迫急迫的时候呢 就能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来 最在紧急时刻 能不能把我的身体 我的性命全交出 交给主呢 在最关键时刻 最危机的时刻 能不能把世上的一切全扔掉 全放下 只来爱主呢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要使我们做最精彩的人 而我们却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总是爱惜自己 种爱爱惜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回顾一下自己 认清一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呢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回顾一下自己吧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三节 百夫长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 结果呢 他家里的仆人得到了医治 立刻得到了应许 百夫长怎么就能获得应许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没有获得应许呢 马太福音八章 从五节读到第十三节 我们轮流地读 五节由男士读 六节由女士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耶稣进了家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 求他说 主啊 我的仆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甚是痛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舍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说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 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一同作息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 黑暗里去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齿了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那时 他的仆人 就好了 阿门 那么百夫长 是怎么做的 是自己家里的仆人 立刻得到了医治呢 来到了主面前 就立刻得到了允许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祝福呢 那么大家读了之后呢 有领悟吗 有没有抓靠住上帝的话语呢 我心里不正的时候呢 我们读了 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都要认罪悔改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都要认罪悔改 才能领悟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才能认识到上帝的旨意 才能明白上帝的话语 那么这个人怎么就 怎么认罪悔改的 就能领悟上帝的旨意了呢 大家和我 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来到光里面 我们的罪恶 就能一一暴露出来 百夫长来到了主面前 百夫长 就是 比如说一个做官的 当时百夫长如果来教会 来到耶稣面前的话 就被革职 就会请出家 丢了工作 丢了职份 尽管这样 百夫长也来到了耶稣面前 他是献出生命 宁可被革职 也来到了耶稣面前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是献出生命 来到主面前吗 还是说为了活命 才来到主面前的呢 我们每个人都回顾自己 认清一下我自己 我是什么样的姿态 我是以什么样的姿态 来到了主面前呢 大家是不是很羞愧呀 是不是很亏欠呢 我们的良心里 是不是很有亏欠呢 我们良心没有亏欠的时候 才是拥有胆量勇敢的 而首先 我们心里总是很藐视上帝 很嘲笑上帝 当然了 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 上帝全都知道 我们的姿态是什么样的 上帝全都知道 我们是不是懒惰 我们是不是勤快的 我们的行为想法 我们的心思 上帝全都知道 诗篇139篇一节 我们绝不可能骗到上帝 我们的想法 心思上帝是最了解 最明白的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心思 比如说我们去见一个领导 哎呦 我们可会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干干净净 而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 就随便 就勒里勒特的就来了 在我心里上帝的地位和 一个领导的地位 连一个领导的地位都不如 大家心里良心 一点亏欠都没有嘛 哎呦牧师啊 这不每天都一样来教会嘛 那么大家每天上班去见领导的时候 也是随便勒里勒特的去嘛 是不是公司怎么规定 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们大家就按照公司的规定 穿工服 穿一些职业装去上班呢 不是说我们的外表要穿什么样子来到教会 是我们的心态 是我们的心里的姿态 是怎样面对我们的主 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上帝的 更何况我们是来到全能者上帝面前呀 我们在小的事情上如此的懒惰 如此的不屑 如此的怠慢 大家知道甚至 在信其他宗教的一些人 大家知道人家那个派场 讲究的也多精细呀 我们今天如实地向主承认告白 我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是什么样的心思 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也一样 我经常跟大家告白 出汗了 哎呦 身体也没力气了 但是呢要洗呀 要洗干净了呀 怎么还要洗一次呢 我也知道这麻烦 我也知道我也不想洗 而每当这时候上帝给我的声音是 是啊 为了你一个生命 我都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把儿子的生命都给了你了 而你连 你连 你连 为了我一次洗澡都不愿意吗 我们每个人都回顾自己 我们都是带着亏欠的 大家知道 百夫长这个职位 当时在罗马那个时代呢 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职位 一不小心就会丢掉这样的工作 而百夫长为了他的仆人 来到了耶稣面前 当时仆人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仆人连动物都不如 一点价值都没有很不值钱 而百夫长能为他这个区区一个仆人 来到了耶稣面前 而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家人出了问题 我自身出了问题 我们也不这么当回事 也不这么爱主啊 所以我们心里多么的伪善 多么的心怀而易 所以上帝是让我们首先认清自己 认清我自己最不好的习惯是什么 我们先去生命来爱主的时候呢 就能得到医治 能得到解决 而我们总是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总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我们有时候会遇见一些很惨的人 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很凄惨的人 这都是自己和自己的祖上种下的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好贫穷 给点吃的帮帮他 我们帮一个人不能随便帮 传道书五章 让人家饿死 这也是上帝所做的 除非上帝拯救他 我们不能按照人情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帮 不能做对抗上帝的事情啊 遇事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祷告 除了祷告没有其他的路 那么我眼前 我们的路 我们的人生 我和我的儿女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得到祝福的时候 上帝能够保守住我们的国家 我成了没有福气的人 这时候我的国家也一起受遭殃啊 当今的世界有这么多的疾病 有这么多的灾难 而我们始终不听上帝的话语 不得扑上我平牧师身体一疲乏了 我也会想 哎呦要不要好好休息一下呢 先休息再说吧 我也是一不小心就会爱惜肉体 爱自己的身体 而这位百夫长呢 为了自己家里的一个区区一个仆人 宁可自己的身份被革职了 也来到了耶稣面前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不爱主都因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爱惜肉体 结果呢不爱主 耶稣要去我们的舍下 百夫长就说您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提摩戴后说二章 百夫长跟耶稣讲 我有很多手下 我一说什么人家都能如实照办 而大家和我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信心吗 百夫长呢是有确信的 只要讲一句话这一定能行 宁可自己的命丢掉了 宁可自己的工作丢了 宁可自己的饭碗都要丢了 而这一切百夫长全都不怕 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要亲自去百夫长家里 给这百夫长的仆人治病 但是呢百夫长说我不敢当 而我们呢我们往往先给自己留一个余地 先给自己留一口吃的 先给自己留一下什么什么样的余地 然后再来找到主 而上帝全都知道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想法我们在想什么 上帝全都知道 百夫长呢 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 是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一个余地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一个退路 而且跟耶稣讲 只要你讲一句话 我相信这一定是可以的 而在座的各位弟兄姊们 我们呢 好多信徒总是有反问 哎呦这真的能行吗 我心里带着疑惑的时候 说明我心里也没有信心呀 无论我现在遇到什么的问题了 是经济上的问题呢 还是工作上的问题呢 百夫长今天是 无论是金钱 名誉全力全割在一边 全放下了 不是为了自己的命 是为了自己家里的一个仆人的生命 而当时的这仆人 一点价值都没有 当时的仆人被主人杀害了 也没有地方去喊冤屈呀 而我们呢 为了为了自己的家人 也不愿意这样舍出生命啊 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的一举一动 上帝全都知道啊 百夫长 那么 我们有没有像百夫长这样 来到了主面前呢 首先我心里服侍耶稣 我内心服侍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而我们呢 光嘴上说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但是遇到关键的事情 遇到一些紧急状况了 就把上帝放在另一边上 难怪会在辛苦受累中挣扎呢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只要我们能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上帝就能为我们解决一切 而我们呢 总是遇到事儿了 总是说哎呀我来解决吧 我来弄吧 然后呢 把上帝放在第三位了 这就是大家和我 我们最大的缺点 为什么海外的人说 韩国人信耶稣 怎么在教会里是一个样 出了门就不像是信耶稣的人了 我们竟是这样的 总是想利用上帝 来填充自己的利益 这都是不能去天国的呀 我们拥有了信心之后 还要受洗礼 受洗礼 获得了智慧才能去天国呀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五节 如果大家不认识信心 那么大家也不认识什么是受洗礼 大家也不认识什么是真理 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智慧 这是上帝的话语 分明是能行的 如果我们在无论什么事情上 只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这时候上帝为我们负责一切 我们只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 这时候上帝 使我们重新接上 那上帝给我们重新接上的时候呢 使把我们不好的都斩下去 都扔下去 那这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很痛苦 但是反而这是好的 而我们在上帝 我们很不容易就很不经意 又开始骄傲傲慢 心理属魔鬼的时候呢 就开始评论这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内心正直的时候呢 看待什么都是美好的 看待什么都是感恩感谢的 我内心正直的时候 看见一个小偷我也能告白 主啊 感谢主 感谢主 没让我做个小偷 感谢主让我看到一个人偷东西 主啊 这就是我的罪 也是我祖上的罪过呀 就是主饶恕我的罪 而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呢 就开始定罪别人 哎呦 这个人真坏 这个人在犯罪了 这都是在定罪别人呀 拥有信心是一切的喜乐 并不是说一会儿喜乐 一会儿又不乐意了 喜乐是什么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处境 全都是喜乐 并不是说好事就喜乐 不好的事又不喜乐了 大家都希望种下善的果子吧 我们在生活中要种下善的果子 上帝的话语绝不是谎言 是如实实现的 百夫长能来找到耶稣 换成当今这个时代太难了 真的是献出生命来找到耶稣啊 宁可丢了工作 宁可丢了生命 也来找到耶稣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为的是他家里的一个仆人呢 当时是很讲究身份的时代 而百夫长呢 宁可不要这个身份了 为了家里的一个区区一个仆人 当时那个仆人 当时那个年代仆人是最不值钱 最没有价值的 耶稣就说 哇你的信心真的好大 我去你们家吧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 百夫长就说 主啊我不敢当 我也有很多手下 只要我讲话人家就听我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有时候不足的普通我嫖牧师 交代一些事情给我们信徒 我们的信徒呢 非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一看 这信徒是得不到祝福的表现呀 有时候嫖牧师说 这件事情晚上做吧 但是这个信徒呢 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在白天就做好了 那这时候是得不到祝福的 为什么不按照交代的在晚上做 非要按自己的想法 按自己的方便在白天做呢 然后呢 嫖牧师就指责 责备这个信徒 这个信徒就说 哎呦 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想偏偏在白天做好这事呢 只要按照交代的如实地做 就能获得庞大的祝福 而我们却总是不明白这一点 我们总是要添加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做一件事 这时候是得不到祝福的 我们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如实地顺从 什么是顺从 如实地做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挑来挑去 这不叫顺从 上帝可不是我们的水准呀 我们总以为我们多聪明 我们多明白 按照我的明白 按照我的聪明的水准来定位上帝 这都是太幼稚了 上帝是全能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而我们总是困在自己的想法中 结果走向了败坏 百夫长如果带着自己的想法 他是不可能 如果百夫长有自己的想法 绝不来到耶稣面前 一个仆人 一分钱价值都没有 为了一个仆人干嘛要去找耶稣呢 如果算计这些金钱的话 绝对不会来找到耶稣 来算计一下自己的职份 自己的工作会不会丢掉 那就绝对不来找到耶稣 而百夫长一丝想法都没有 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 只来找到耶稣了 这就是大家和我 我们和百夫长的区别在哪呢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遇到特别困惑的事情的时候 总是被一惊一下的 说明我没有悔改 我心里还有误会肮脏的罪 我认罪悔改充分了 不会被一惊一下的 除我那些属魔鬼的时候 才会一惊一下 被吓住 大家真真切切地认罪悔改 把一切的罪恶全承认 这时候呢是平安的 不会被一惊一下的 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只要按照上帝引导我们的如实做 这时候是最好的 有最好的都为我们安排好了 而我们偏偏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我们今天拥有了信心 还要获得智慧 今天我们告白 百夫长就是我 百夫长为了自己家里区区一个最不值钱的仆人来到了主面前 而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每个人都回顾一下自己 认清一下自己吧 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缺陷在哪 有些信徒就说 牧师啊其他教会好像没这么讲究呢 我们的关注点是我能不能去天国 我不是跟别人来对比啊 上帝的话语 我听着不像蜂蜜一样甘甜的时候 说明我已经生病了 我内心被魔鬼 被魔鬼给翘去了 不足的仆人我屏幕是悔改一千缺了 我也不爱默想上帝的话语 我也不爱来到主面前 这时候呢就开始有罪恶不断的涌出来 有什么样的罪恶涌出来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么瑞士那时候就如实告白 主啊我爱说谎 我爱犯一乱罪 我爱偷东西 我不喜欢人 犯了杀人罪 主啊我就是如此的肮脏的罪人呀 求主饶恕我的罪 这时候主给我眼泪 主说了 正是因为你犯了这些罪 让我死去了 你还要让我死吗 这时候我眼泪就不住的流下来 我真的是坏人呀 我明明因我的罪 让主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我还要犯这样的罪 还故意犯这样的罪 去杀死耶稣 我真是个坏人 大家有没有这样认罪悔改过呢 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认罪悔改 大家的心真的是太顽梗了 我们的心灵顽梗的时候呢 不仅自己悲惨 还会祸害自己的儿女呀 我们在这世上好像 不能夺为罪的儿女着想 但是行为上竟祸害儿女 我们非要亲眼看到儿女受痛苦 我们非要亲眼看到儿女受遭殃了 我们才肯醒悟 才肯认罪悔改嘛 在这世上 谁都会说种下什么就得什么 随着岁数越大都不敢讲话了 发现这话不能随便说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好多人说生养儿女了 就发现儿女是由不得自己呀 而世上的一切都是这样 由不得自己的 而上帝今天给我眼前的问题 为的是让我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让我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获得医治 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女啊 而我们呢始终不归向上帝 这时候呢不仅自己悲惨 使自己的儿女也悲惨 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为我们解决这一切的事情啊 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 立刻就得到了允许 我们也是能行的 大家知道患麻风病的 出浓了 那么麻风病患者身上出浓了 那时候我能用我的嘴去吸 他那个伤口吗 我有真实的爱就能去用自己的嘴去吸 那个麻风病的患者的那个伤口 而我们呢自己身上不想沾一点的黑 光自己想得福 百夫长呢 宁可丢掉名分 宁可丢掉生命 宁可丢掉工作 也来到了耶稣面前 这正是爱呀 为了他的仆人 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 这是爱 达哥说二章十五节 继女拉河 为了隐藏那两个探子 献出了他的生命 结果呢 他得救了 继女拉河一家全得救了 耶利哥城全倒下的时候 只有那个家庭得救了 而且他成了萨门的夫人呀 只要我们今天能有这个信心 在生活中有这样的行为 一人的行为就能得到祝福 而我们呢总是要投靠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 结果呢 有些人跑一百米 九十九米都跑得挺好的 就差第一 就差剩下的一米的时候呢 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没有跑完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我们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儿女吧 来到主面前 主绝对不会让我们有亏损的 不知的普通我平牧师 现在也在做主的差事 虽然很困难 但是呢主帮助我做很容易很轻松的 一点都不困难 上帝是爱大家的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去天国呢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一二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 一二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阿们 阿们 我们靠着基督耶稣 使我们去天国 基督耶稣在我心里的时候 这正是信心 拥有了这信心 我们还要获得智慧 而我们心里肮脏的时候是得不到智慧的 真言二章十节 因为智慧是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而我们心里肮脏污秽的时候呢 是得不到智慧 所以我们要多认罪多悔改 我们多认罪多悔改 这时候性格就能得到变化 一个人也能得到变化 行为得到变化 一个人爱发脾气 为什么总爱发脾气 懒惰的 总懒惰 说明这个人没认罪也没有悔改呀 行为没有变化的时候 说明这个人没有认罪 没有悔改 我们献出生命能悔改一样的罪过的时候 是能得到变化能得到医治的 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 把自己全展露出来了 耶稣夸百夫长 你这信心好大呀 我去你家里亲自医治吧 百夫长说主啊我不敢当 您只讲话吧 拥有了这信心就获得了医治 第十三节耶稣就告诉他 回家吧你的仆人得医治了 我们今天来到了主面前 只要我们祷告 因我们的祷告能医治我们的家人 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这个信心 结果家人得不到医治啊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心里有淫乱的想法 心里有恶念不好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一定是从我们心里涌出来的 那么有这样恶念有这种淫乱的想法的时候呢 分明是我不爱悔改 不想悔改 总有理由 总想找借口 看几个新闻又能怎么样呢 看点新闻呗 就有这种找理由找借口的 那么这时候还不认罪 还不悔改的话呢 就会遇到一些坎坷 然后呢 就一惊一下 被吓一跳 我们那些属魔鬼的时候呢 才会被惊吓 认罪悔改了之后 那些没有魔鬼的时候呢 不会被一惊一下的 我自己一惊一下了 就赶紧认罪悔改吧 我那些有撒大魔鬼了 我才会这样一惊一下 我的悔改充分了 多认罪多悔改了之后呢 就不再有任何的借口 也没有任何的理由了 全能者上帝 保护我 全能者上帝爱我 我不需要担心其他的 就有这样的确信和信心 而悔改一欠缺了 悔改一旦少了 就有理由 就有一些借口 我得去 我得去亲自琢磨琢磨 我得去亲自考察考察 这时候分明是我心里生病了 我心里出故障了 心里有担心忧愁的时候呢 导致家人也遇到一些问题呀 我们今天求主使我们获得信心吧 百夫长今天获得了允许 我们也能获得这允许 主要我们拥有这信心的时候 而我们没有这信心可怎么办呀 向主承认吧 主啊我心里没有这信心呀 求主的血饶恕我的罪过 求主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过 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 留下了自己的宝血 留出自己的宝血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个宝血是多么多么的宝贵 是无价呀 我们就不时地向主承认自己的错 主啊我的缺点是什么 我的毛病是什么 我的缺陷是什么 我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人 求主饶恕我 只有上帝是爱我们的 百夫长曾经没有信过耶稣 是第一次来到耶稣 却是献出生命来爱了主 结果主给了他允许 我们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的时候 眼前的灾难咒诅也能改变成祝福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徒出事出问题了 说明我嫖牧师是个坏人 我嫖牧师的罪导致大家遇到困难 首先是我牧师的错 是我牧师需要认罪悔改 大家知道我不正直的时候 周围都会一起受遭殃 这是圣经里的记录啊 百夫长是为了他的一个徒人 当时 生命纪二十八章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人成了有福的人 家里的动物 家里的牲畜都能一起得福 大家遇到困难了 说明我嫖牧师有责任 我是个坏人 我要多认罪多悔改啊 珍惜的祝愿大家领受祝福啊 不足的普人我嫖牧师 有时候呢 在路上会看到一些横幅 那么如果这个横幅上写的字 让我看清了 说明我我的悔改太清缺了 就我的经历又跑到其他的地方了 我悔改充分的时候呢 横幅写的再大 也不会映入到我的眼帘里来 我需要读的才会映入到我眼帘里来 大家有这样 回顾自己 向主 在主面前考察我内心是否拥有这信心吗 我认罪悔改充分吗 我们认罪悔改充分的时候 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 上帝实现我们的心愿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上帝亲自造就我们 我们心里都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全向主一一的陈述 向主一一的承认 告白 我们认罪祷告吧 我们心里有什么 全拿到主面前 如实的告白 承认吧 上帝啊 我的仆人为什么身患了中风病 为什么我的家人遇到了这样的痛苦呢 我的仆人的事就跟我没关系吗 我们信徒出问题了 跟我朴牧师没有关系吗 我的信徒出问题了 说明是我朴牧师的责任呀 我如实的向大家告白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 要把好的一切给我们 我们只要能把心里的缺陷 把心里最软弱最痛苦的 如实的向主告白 主啊 我好痛苦啊 主主帮我 主啊 我好疲乏啊 主主给我力量 我们最痛苦的 我们最软弱 最不好意思的 最惭愧的 能如实的 一一的告白给主 一一的承认在主面前 这时候主为我解决 主为我解决一切的困惑 主为我们解决一切的软弱 我们为国家祷告 为家庭祷告 为儿女们祷告吧 我父上帝 在今夜 在这时间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向您一一的陈述 向您一一承认告白 我们心里是什么样的 求主积入我们力量 使我们平安地获得安息 求主 我父啊 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拥有信心 您照着这信心 都是为我们成就 求主使我们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只爱上帝 如同百夫长 获得了允许 在今天 求我父使我们 向您献出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获得医治 我们遇到什么的情况 使我们向您感恩感谢 无论遇到什么的处境 无论是多么痛苦的处境 求主使我们 只向您感恩感谢 使我们向您感恩感谢 当我们献给感恩感谢的时候 主赐予我们允许 使我们与上帝我们的父同行 感谢我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